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凝聚力这样子 所以一些管设对像这样子的地方 其实就很重要 所以嘉义县其实中浦有客家文化会馆 然后竹棋也有 然后就是其实西口也有 对 就是有比较相关的客家的相关管设 那可以凝聚乡亲办活动 让大家知道嘉义也有客家 那未来如果您当选嘉义县长 您会对这些管设有什么样的想法 它有什么需要加强 或者说可以改变的地方吗 第一个我个人觉得 嘉义如果当县长之后 我觉得大概对于客语的这方面的认证 或者是推广是相当重要的 比方说我们这个客语的新船师 这样的一个推动 基本上都是希望说 能够再把他们客家的这些母语 能够做一些保留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客语的保留 然后我想对于整个文化 他们才有办法去做一个深入的了解 这是大概第一点我想必须要去做的 第二点当然我们觉得客家文化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希望在我们的几个客家文化会馆里面 比方说我们的中埔 我们的足迹跟我们的西口 在这些客家会馆里面 要把他们的比较特殊的这些文化 能够做一些介绍 或者让他们在那些聚集的时候 有些基本的文化的这个素材 让他们在那边讨论 或者让他们去做一些这方面的探讨 甚至于像这一些 我们可以开一些这个演习班 让他们对自己的母语 或者是自己的文化里面 做更深的一个了解 所以我想将来算用利用三个会馆 去做客家文化的一个推广 第三点我想我们也希望说 透过产业文化的活动来帮助他们 了解他们客家的产业 进一步也会深爱他们自己的这些文化 在今天我们在讲农村再生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客家的产业 也是可以跟农村再生结合的 然后发展出一个村落 或者是他客家族群里面 客家聚落里面特殊的特有的这一种产业 我想这样子是会 可以帮助我们客家相亲的 您讲到产业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来讲您的证件 那您这次其实也是第三次争取 下一县长 那您接下来您希望说 农业这个部分 嘉义县可以怎么来做 将来我们除了要 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个休耕田活化的一个状况 我们既有的这种农村的产业 当然要保留 就是像水稻或者是玉米这一类的大众物质的东西 我们当然是要保留下来 还有像有一些地方他们自己地方上有地方特殊的产业 就像我们有些是种水果的 有些是种比较高经济的像高阶里这一方面的 或者是有一些它是余温养殖的这一些当然我们传统的东西 我们都要做一些保留 那现在将来我们像这一方面的产业 我们是比较希望能够发展比较特殊的 就是比较精致的设施农业这一方面 那最近我们在财政委员会里面也有推广了所谓的创柜版的 就是微型创业的部分 就希望将来我们把地方的特色的这种农业 把它做一个整体的规划 从我们的休耕田怎么样去把这一些租下来 然后让青年如何去取得土地 就休耕田取得休耕年的土地 然后又如何取得他资金的这个挹注跟支持 然后我们再透过一个整体的规划包装 然后我们再透过我们农村再生的这种微电影 来做一些行销 放在我们的创柜版里面去做一个行销 然后我们把整个 就是把一个整个的行销的这个链 把它串联起来 将来我们推出这种比较特色的创柜版的农业 就是比较新型的 比较有高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农业 让我们的农村能够发展起来 在嘉义县这个这十几年来 在有些大于蓝这样子的版图当中 您仕途要突围 那您怎么去说服乡亲 因为您的对手有执政优势 您怎么去说服乡亲 您跟您的对手有什么不一样 您觉得嘉义县现在最需要改变的是什么 我想从左手溪蓝 绿大于蓝是我们普遍看到的现象 但是在嘉义县这块地方 尤其是从基层里面 就从基层的这些民意代表 也都被很 就是很 被他们很深度的这种绿化了 所以我在这里的经营也 相对的相当辛苦 但是我记了二十几年 在立法院从政的一个经验 我个人觉得放眼今天 台湾省的这种政治人物 其实像我这样当七届的立委 还在等当县长的 我想已经是没有了 就是我们看这样的一个经历 他在内阁制的国家里面 他其实他是可以去阻挡一个部会的 也就是说他在推动一个部会的业务 其实他可以加轻就熟的 那回到嘉义县 我个人觉得 我更是容易的去做 怎么样去做好宪政规划的工作 这是第一点 我觉得在经验上面 我是优于其他的获选人 甚至于优于我的对手太多太多了 第二个我像我们嘉义县 一个是我们的财政是一个比较困难 因为他是一个农业县份 他是比较困难的 如果没有一个预算的专家 如果一个没有办法碰到一个 会开眼截流的县长 他怎么样去做这一些 就是施政的优先顺序的一个安排 就过去的每一任的县长 只是一直在累积增加债务 他们不想着怎么样去开辟他们财眼 怎么样去开眼截流 那今天嘉义县已经没有办法再举灾了 那你如果说你还是一个 莫守成规的一个县长来当嘉义县县长 那我想嘉义县就没有希望了 所以我们的很多指数都像幸福指数 或者是我们的财政能力 都要排在全国的倒数 那今天如果是换我来当嘉义县县长 那我想整个嘉义县会不一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